Hello,Girls Mood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Vivian 楊秀慧 我覺得應該是人心解碼裡面的孫家庭 就說我有這個報食症 每一次吃完東西之後就會扣口 其實我自己真正在初入行的時候 是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所以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感覺 心同感受 我覺得是真的在演過去的自己 又來香港之後 沒有一樣東西是勇氣的 其實每一部 每一個階段 或者每一次接一部劇 其實人生不會說事事都這麼如意 你中間就會面對很多問題 初初來到香港的時候 可能就是文化 家人不在你身邊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接著就是拍劇 對於我來說 拍劇是全新的一種工作 自己之前從來都沒試過做演員 之後又每一次都會接到新的角色 人生其實就算很簡單的一件事 以前剛剛來到的時候 連飯都不會住 在這裡想要吃一頓飯 都覺得一定要外出吃 有時候很陪回到家 想要吃一頓很簡單的住家飯 都沒有的 有時候就會覺得很孤獨 我覺得這些東西很少很少的 其實都會令到自己 有時候會很不開心 例如會比以前更加堅強 然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不會選擇退縮 不會選擇逃避 而是選擇去很正面 去找方法去面對 然後去解決 令到自己不斷地去進步 不再是以前那麼軟弱 那麼容易哭的楊沙偉 我覺得演員的工作 就是要做好那個角色 我們就不會把那個角色 歸類是不是花瓶 或者是什麼類型的角色 其實我們的工作就是 收到這個角色 就要盡力做好它 我覺得以前每一個監製 給我的這個演出的機會 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 只不過有時候 一套戲又或者一個角色 可不可以成功 令到大家去留意它 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公開個名的 就是一位前輩演員 就是敏雪姐 在我沒過來香港之前 其實我是沒去過一些 有冬天的國家 我們就要在很冷很冷 半夜的情況之下 就在外景拍攝 然後我是冷到不得了在那裡浸 然後米雪姐就捉住我 就說收櫃 為什麼你這麼傻 你知道我們其實裡面 穿了很多件打底衣服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還有我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 然後第二天 米雪姐就抽個時間 跟我親自去買一些價錢 因為我那時候剛剛入行 也都賺的錢有限 米雪姐就買一些適合我的預算 然後之後又可以令到我保戀的 一些打底衣服 那我就很感激她 我覺得愛情是要珍惜 每一個人可以跟你相遇 遇見是情人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或者工作的夥伴也好 都是一種緣分 我覺得要學會去珍惜每一種緣 而這個緣來到你身邊的時候 可能是為了要令你學會某些東西 選擇 我去圣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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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個字 ungs